一共有12条经络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经 肺经和口鼻相连同 又和皮肤有关系 同时呢跟大肠互为表里 如果肺经不通 对身体的影响还挺大的 那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撬打肺经的方法 撬打肺经的时候 可以呢将一只手握成空拳 然后沿着前臂小拇指一侧 由肘部到手外用力的撬打 撬打时啊会有明显疼痛的地方 这时可以着力的按柔痛点 每天撬打按摩五分钟 这样可以使肺经预行畅通 帮助疏通经络 补足肺气 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呀 还可以重点的按摩一下大余剂 用手指按摩三到五分钟 感觉有酸胀感 也能够帮助呢疏通肺经 要坚持按摩才行哦